美国跟中国的关系现在被说是冰点 有一度几乎是完全没有对话的空间 但是有一场会面引起了非常高的关注 那就是中共的中央外事主任王毅 跟美国的国安顾问朱立文见了面 而且在这个见面的场合里头 讨论了十几个小时 是代表双方近期以来从气球事件之后 算是第一次被承认的 互相真的好好的沟通吗 那么中方强调 中美正确的相处之道叫做什么呢 相互尊重 和平共处和平共赢 不是简单的用竞争 你死我活又不是竞技场 来定义整个中美关系吗 不能一方面又要沟通 一方面又要损害中方利益 他全面阐述的是 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严正立场 当然他也划出了红线 就是台湾是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 而美方的说法是什么呢 他强调美国的一种政策 这件事情他没有改变 同时不支持台独 不支持两个中国 不支持一中一台 跟过去的政策 当然没有变 路透社报导 当然这所有的铺陈 都是为了布林肯 之前推迟了访中 那么现在呢 就藉由跟中国人权 相关议题的制裁稍微趋缓 出口管制敏感问题 相对的把手段稍微放软一点 让他有机会重新访问中国大陆 再来看看很多的内地学者在分析 就是说所谓内地中国大陆的学者 对于对华战略到了临界点 为什么这场沟通是势在必行 不得不沟通呢 因为中美的这个冰点 跟沟通的僵局 已经到了不得 不再不沟通会出事的状态 北京外交学者甚至认为 这次会晤的官方通稿 字数虽然少 却含金量很大 所谓的含金量是指什么呢 中山大学的教授孙兴杰说 美国对华战略临界点 所以所有的战略都用上了 在美方 该硬的 该强悍的 所有的法案跟喊话 但是中美战略的外交关系 必须要转换 进行理性再思考 所以有没有可能理性再思考呢 苏立文在2021跟10月 3月等等这几次 三次都见了杨洁篪 后来还是有气球事件 所以在秦博会之后 就是博恩斯跟秦刚的会面之后 有没有可能王苏惠之后 再有更多让白宫 跟中国大陆方面的 习近平的政权 有更多的沟通机会 连国防部长李尚福 他的被美国制裁 这件事情都还没有被解除 结果又说要Austin 去跟他见面邀请 这种沟通谈话 被中方认为不是矛盾 就是虚伪 那么到底美国还是中国 比较希望重启开门的 这个沟通之路呢 看起来比较急的是美国 因为美国的动作 真的越来越大 包括了叶伦又在放话了 叶伦公开的在讲 他说他没有跟他的 新中国同行有过接触 什么意思 窗口啊 国务院的副总理何立峰 最近通不上话 完全没办法沟通 显示中国信任政府 从三月份以来 中美的决策者 建立的接触步调 非常的缓慢 他甚至说 希望安排访问北京 可是没有办法告诉你 具体的事实 日期 是不是因为他自己也不知道 什么时候可以去呢 甚至再度的喊话 他在国内喊话的目的 当然希望政府不要破产 美债违约会带来可怕的灾难 是自找的危机 所以违约 如果政府再度破产 会产生无法想象的后果 会给美国 甚至全球的市场 都带来灾难 这场灾难 其实在美国 好像看起来 还没有真的结束 甚至有没有可能 越演越烈呢 尤其在银行的 金融风暴这一块 问题越来越严重 因为叶伦在谈的是 美国的破产 让摩根大通 这些相关的投资分析机构 都非常的担心 他们连摩根大通 也在银行总部 设立一个单独的作战室 随时要监测 美国最近的金融情势的变化 可能造成的严重影响 美国两大党的谈判僵局 这个你要我不要 互相再为了选战 做拉锯的时候 其他的企业更是担心 后果没有办法收拾 而银行危机 被说向外狂烧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有30家的超级地区银行 在矽谷银行倒闭之后 仍然面临非常大的危机 它的规模大概是500亿到2500亿的美元中间 市场很担心 银行业还在动荡 会造成整病潮挤压到小型机构的生存空间 那么连小企业的贷款都会出问题 整个金融还有可能再爆雷 像美国西太银行好了 5月首周的客户存款大幅外流 单周就流失9.5% 15亿美元 这对于银行来讲 都是非常严峻的重大讯号 所以当美国的FDIC 准备向113间银行开刀收特别费 那么这个是保险制度的问题 本来金融保险制度 就是要为了风险可能发生 来预作准备 但现在为什么他们没有办法 就原本的无保险存款 这个部分就可以接受 是因为风险实在太高了 决定要增加支出 包括摩根大通要支付15亿美元 美银10亿美元 都是为了特别保费 来做风险的控管 甚至相关的分析师还预告 甚至警告 要远离美元远离银行 因为华尔街的资深预言家 警告金融危机跟萧条 还不如投资黄金和白银 也就是说现在美元美金 这些金融商品美债 通通都已经被 投资人不信任的情况之下 美国的金融政府的财务状况 又这么糟糕 才会是现在急着双方要谈话的 最重要的关键 委员 中美双方有点的积权相闻 老死不相往来 回到我们中国古代道德经的境界 可是接下来有很多的国际会议 他们双方面会在国际会场上面见面 比如说新加坡要展开的 香格里拉的安全论坛 中美两国的国防部长会见面 再来在美国即将举行的 APEC的年会 习近平主席拜登总统 也会在会场上见面 而且APEC会有很多的部长会议 可能经济方面的负责人 中国大陆的商务部长王文涛 美国的贸易代表戴琪也会在下面见面 不排除双方的财政部长也会见面 APEC见面的时候是不是要场边会议 难道我们只到会场是哈拉哈拉 私下都不开会 会变成一个重点 再来 接下来 今年会在联合国开大会的时间 应该是9月份以后 习近平主席去不去这是一个问题 还是只是联合国的代表 还是说中国的国务院总理要去 因为这是一个很大型很重要会议 为什么 因为这一次联合国大会 焦点就是俄乌战争 你俄乌战争的时候 主张俄乌班和平方案的 中国会不会去 去的可能性很大 搞不好拜登也会去 请问一下这个时候要不要见面 所以为了处理这个双方面 在国际场合上面 未来可能互动的机会 或者甚至于风险 王毅跟舒立文两个人 是中美两国最高的安全官员 特别的千里迢迢的 从各自的国度飞到了奥地利 干嘛 不是看维也纳去听音乐 不是 两个老男人在那边坐下来 聊了八个小时 我老天爷 而且网易的英文很好 不需要翻译的 全部用英文讲八个小时 也不容易 一面吃便当一面开胃 表示问题很多 有些能够取得共识 有些可能一下子也取不了共识 但是双方面新闻稿所讲出来的 美国表示不支持台独 不支持两个中国 一中一台 請问你美国有没有鼓励台独 有 美国有没有鼓励两个中国 有 美国有没有鼓励一中一台 有 對不對 那你说不是我拜登政府的国务业 那你其他外面的政治部门在弄 那你就没看到 所以这个有点的复杂 那当然 中国发表会讲说 每一次跟你开完会 你回去就翻演 说话不算话 王文斌讲的话就是个句话 怎么每一次讲完的 你说话都不算话 那对于这些复杂的问题 我也不同意说 美国的对华的打压的战略 已经到极致 已经没有办法再来找你谈 我不认为这样子 你觉得还有招 那当然花样还很多 你比如说拜登 准备要签一个 再打压到中国投资的项目 高科技项目 他花样还很多 不要以为只有这么多而已 中国大陆不要那么单纯 相信美国人到此为止 那你就会中了 当年西班牙的记册了 基本上当时也是这样 拜一下阵来的 被 所以很多土地 西班牙被移转到美国去了 不然美国以前土地很小 很小 只有美东那13周而已 所以回过头我们谈一件事情 就是说 杨洁 杨洁史上次见面以后 到现在王毅见面 这是一个很大的 历史的一个转折 那双方们如果建立在国防 国防民的互信 对于台海问题 对于南海问题 都是非常重要的 至于美国的内政问题 我跟你讲 神仙来都很难救 因为这个问题是一环卡一环 俄乌战争通过膨胀 提高利率 债券下跌 银行持有债券赔钱 然后存户就改是提款 提款了以后银行就可能倒闭 倒闭了以后 就可能产生新一环的一个经济衰退 谁敢的 拜登干的 所以拜登民调下跌 一点都不冤枉 可是问题是 你要去救还是要有钱 你现在还要给乌克兰多少钱 还要跟中国大陆竞争一带一路 这里要钱那里要钱 你美国的债务上限 现在又提不上去 即使给你提了一兆五千亿也不够用 你资票开那么多 前段时间不是世界基础建设六千亿 看到影子没有 没有啊 那你FDIC为了救银行 要跟大银行提高什么 保险费 收钱 那叫保险费 全款保险保障 保障 你以为大银行日子不好过 大银行日子也不好过 所以你这边一提高 大银行的股价就下跌 所以几个礼拜前 我就说银行股赶快逃 然后赶快逃 有机会就买黄金 这个问题是要整体解决的 先把俄乌战争止血 你不要再钱送到乌克兰去 让整个经济不受战争 跟政治的干扰的时候 这个时候才要帮他解决政治 经济问题 经济问题不可能在 还在打仗 还在处理中美对抗 中美对抗的问题 你能够解决美国的经济问题 没有一个经济学院那么神好不好 叶伦当然也是很 无能为力的状态 将军怎么看 这真的是前所未见 美国现在要交手的一个国防部长 是被他们制裁的对象 那现在欧斯林要去跟他邀请见面 要求通话 当然就有很多各种尴尬跟为难 当然因为目前全世界军事上唯一的对手就是中国大陆 对不对 那中国大陆当然也不是说它现代化的程度已经超过美国 还有一段距离 但是这个时候美中美国在搞全世界像乌克兰的问题去在消耗俄罗斯 下一个目标很明显是要消耗中国 因为两个军事大国不可能直接交战 不可能直接 你说那个参议员那个 那个里面提出来提议是很荒谬 说怕美国基地被干掉了 我们先制攻击 还没有正式开张你先制攻击 中国大陆没有反制 对不对 那你先制攻击一开始就是合制反制 所以这个问题政客对着无知那就算了 但是行政部门他有他的打算 所以你看王毅这个八个钟头谈判了 因为美国的科技作战 经济作战不是打得热火朝天 但是有没有效果 经济制裁到现在 中国大陆收入 收入美国的这个顺差更多 那美国自己的美债马上要摊牌了 这个银行又出了问题 房市也出了问题 当然希望在这个会谈里面 中国台湾问题是没有解的 因为他红线画得很清楚 美国只能虚语尾舌 说台湾公报里面讲的 我不支持台独 我不支持一中 我不支持两国论 对不对 什么四不一没有 那些老谎话还在那里讲 他是应付 但是我相信 经济作战里面对美国不利的 他是不是要解除一点 看起来好像有趋缓的 对啊 因为再打下去他更亏啊 没有消耗到中国大陆 其商权还不只是伤自己7分了 搞不好自己伤了12分了 对方3分了 所以这个东西他会让步 将来看出来他会让步 对不对 但是他这个谈这么久 是不是为后面拜登的要铺路 而且刚刚蔡委员就讲了 重点一定是俄乌问题嘛 俄乌问题严重在哪里啊 春季公司打完了 那总有一方胜败 会有一点结果出来嘛 那这个结果出来 双方可能打不下去了 那个时候中国大陆 调停的地位就突然升高嘛 那到了联合国大会 那可是一统天下 那这个时候拜登就要问了 我扮什么角色啊 不是前面放话 乐观他去调停嘛 但是到联合国里面 习近平一指 俄乌战争就是你一手挑起 你一手养大 你一手在支持 那个时候美国怎么办 所以我看啊 这八个中策里面 俄乌的角色占了很多 对不对 那如果说美国支持的乌克兰 没有达到顺利的目标 那美国的态度要怎么转 怎么转下来 那中国大陆让不让你转 还是把这帽子给你扣得湿湿的 所以这个八个中策会议 我们没有参加 但是我们看后续严重的问题 摆在那边 那可能重点是在这个 台湾问题已经没得好谈了 对不对 所以我想经济上有点疏解 科技作战上有点缓和 或者是让步 或者是交换 俄乌是重点 教授怎么解读苏立文跟王毅这次的见面 对于双方的沟通重启 是不是一个契机 我觉得因为他谈时间特别久 过去我印象中 类似这样国安顾问对 中共外事办公室主任的谈话 大概四五小时就够久 这次应该是创下记录 被形容十几个小时 可能断断续续续 我们看王毅的前身 杨洁篪跟苏立文字卡里面也有 也谈过三次 不管在罗马 布鲁塞尔 或是在瑞士 但是我们回顾一下 那三次的后续是什么 大概不外乎是促成 拜登跟习近平的通电 所以这还是有一些蛛丝马鸡 所以下一步的 关键的重点是什么 就是第一个是拜息通电 第二是布林肯有没有可能 就是因为二月份气球事件之后 美中关系其实戳脱整整四个月 二 三 四 五 四个月基本上是一事无成 是在挽救 过去11月好不容易的 拜息实体见面之后 照理说应该有的一个环节 没有出现 所以有可能要重新接上来 我觉得是个重点 但是一夜之秋 我们现在讨论到的地方是 拜息有没有可能通电 这在五年前是不可想见的 历史上最后一次 美中互相到对方领土的访问 是在2017了 2017年4月份 川普到美国海湖庄园峰会 是定位为非正式峰会 同年年底 当时的川普去 当时的川普去中国大陆峰会 2017年 2017年到现在没有了 我们所讨论到的是什么到现在 都是在第三地 有没有可能不管是APEC 不管是G20 拜登跟习近平有可能碰面 还有就是这个叶伦 我觉得目前最关切的美国 应该是叶伦一直没有跟他的对口 谈上话 那这一点其实跟2月份到现在的 整个大陆峰有关 因为中国大陆的做法还是一读不回 所以要问我说求在谁的手上 我觉得比较大的主控性 目前谁能不能见到谁 谁能够到哪碰到谁 我觉得是在北京上面比较多 因为这个美债事件是有 中国大陆的因素在 因为中国大陆目前是美债的 全球第二大持有国 但是其实解铃还许希林 美债问题有很大比例是 美国目前的政党斗争 共和党跟民主党 很明显 因为共和党把这事情 视为是个捆绑议题 你要谈美债上限的提高 没有问题 但是我要跟你讲 你要消解你的开支 但民主党很硬 因为拜登政府说 认为目前的麦卡锡 你的票数是很有限的多 所以目前拜登也不愿意推浪 不愿意有任何被捆绑的可能性 所以议题复杂 急死的就是叶伦 看起来最急的是行政官员